各位旅客 看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小心爬烧 乘务员突然喊了一声 可是车上的乘客并没有一个人理会 打盹迷糊的依旧在那里迷糊 天南海北辽的还在那里神坎 那两名中年人心里一惊 左右看看 然后狠狠瞪了一眼乘务员 乘务员是一名十七八岁的小女孩 注意到两名中年人凶恶的目光 毫不示弱的喊道 看什么看 说的就是你们两个 这两个家伙有点恼羞成怒 不过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看看售票员的眼神 越来越猙獰 就在这时 快速行驶的车突然颠簸了一下 车身猛的一摇 车厢内的人一声轻呼 急作一团 那两名中年人顺势靠在了年轻情侣身上 那名乘务员挤过来喊道 你们两个把钱包拿出来 两名中年人怒声说道 臭娘们儿 少他妈的管闲事 小心老子废了你 乘务员年纪不大 胆量确实不小 我劝你们快点把钱包拿出来 不然我们会把车直接开进公安局 乘务员一喊 车内的人都明白了 这两个家伙是小偷啊 一个个急忙摸向自己裤刀 或者背包 发现没有丢什么 松了口气 啊 我的钱不借了 靠在青年怀里的那名女孩尖叫一声 青年紧紧拉着女孩 不要喊了 女孩推开男孩 我的钱被偷了 就是这两个家伙干的 你要还是个男人 把钱给我要回来 男孩看向两名中年人 目光刚一碰上 马上挪开 低声下气的对着女孩说道 爷爷 还是算了 丢就丢吧 女孩一愣 双眼盯着男孩 拜见 算我今夜瞎了眼 说完 面对两名中年人 把钱还我 程务员喊道 对 把钱还给人家 他妈的 你哪这眼睛看见我偷钱了 一名中年人恼羞成怒的骂道 另一名中年人冷笑一声 抓贼抓赃 我让你们搜 要是搜不到 不要怪老子不客气 搜就搜 怕你啊 程务员一双小手在两名中年人身上翻了半天 什么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啊 我明明看见你偷了他们的钱 杨洛看得直摇头 李萧静也开始疑惑 他也看见站在右面那个人偷钱了 然后交给了左面那个人 可是钱呢 怎么会没有呢 一名中年人冷笑的说道 你这是诬陷 侵害了我的名誉权 我也不和你们计较 赔偿我五千 我就当没有发生过 要不然咱们去公安局 那名女孩不再说话 程务员也有点慌了 明明钱就是你偷的 我都看见了 我偷的 证据的 程务员看了他们一眼 没有办法转身想走 一名中年人突然抓住他的肩膀 臭娘们 不给我一个交代就想走 拿五千块钱来 放开我 程务员实劲地挣扎 啊 周年人惨叫一声 程务员一口咬在他的手上 你他妈的居然敢咬我 说完 抬起手狠狠一巴掌扇了下去 啪 程务员的脸上出现五道清晰的指痕 鲜血在嘴角流出 身边的人见到这种情况 急忙向前后涌去 远离危险地带 另一名中年人 抬起脚就要踹下去 就在这时 一只柔软 但却非常有力的小手 抓住了他的脖子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腿弯传来一阵剧痛 托通一声 跪在地上 李肖静看着那名中年人 冰冷地说道 偷了人家的钱 居然还这么嚣张 另一名中年人 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居然有人敢多管闲事 而且还是个女人 骂了个逼的 老子废了你 说完 在身上拿出一把匕首 狠狠刺向李肖静腹部 李肖静脸色一寒 腹部向后一收 快速伸出手 扣出中年人拿刀的手腕 另一只手抓住中年人的头发 抬起脚狠狠踹了出去 喷 沉闷的肉体撞击声传来 中年人惨叫一声 捂着肚子缓缓跪在地上 这时 另一名中年人扑了过来 李肖静猛然一转身 左腿高高抬起 狠狠扣在了那个家伙的肩膀上 喷 那个家伙双脚离地 上身狠狠砸在了地上 脸上血光泵陷 吐出两颗门牙 王妃和张力走过来 拿出手铐黑黑笑着说道 送你们一副银手镯 这个东西你们应该喜欢 两个家伙顿时傻了眼 突然一声嚎叫 警察打人了 警察打人了 还有没王法 轰然一声 车厢内响起一片笑声 一名五十来岁 有些秃顶的男人愤慨地说道 现在的警察还真是嚣张跋扈 说完 看着那两名中年人 要是告他们 我给你们作证 杨洛站起身走过来 笑眯眯地看着秃顶男人 老家伙 借你的包拥拥 秃顶男人脸色一变 紧紧抱着自己黑色的包 你想干什么 杨洛收起笑容 骂的 给你 不要脸 说完 伸手抢过 秃顶男人的包 抢劫啊 抢劫啊 秃顶男人一边喊 一边伸手去夺自己的包 啪 杨洛一巴掌狠狠扇在他脸上 把他打得直发懵 杨洛打开包 在里面拿出一个粉红色的皮件 那个女孩叫了一声 这是我的钱包 杨洛把钱包递给他 以后注意点 女孩接过来猛点头 谢谢 谢谢 杨洛立声喝倒 把他靠下来 还真是无法无天了 偷钱不说 居然还敢持刀行凶 李宵静拿出手铐 把托顶男人靠上 顺手在他的脑袋上狠狠拍了一下 到了局里 有你们好受的 掌声瞬间在车厢内响起 叫好声一片 这只是个小小的插曲 车到了宝定 已经是半个小时后了 杨洛下了车 李宵静和王妃张力 压着三个小偷跟在后面 杨洛站在那里伸了个懒腰 左右看了看 然后走向路边停着的一辆巡逻车 敲了敲窗户 车门打开 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警员探出脑袋 什么事 杨洛指了指身后 这三个人是小偷 我把他们交给你带回去处理 警员跳下车 上下打量一下杨洛 哪个局道 杨洛微微皱起了眉头 我让你收人 不是要你查户口 呀哈 脾气不小啊 我们有任务 你们自己把人送回局里吗 小张 怎么回事 另一名警员走了过来 小张笑着说道 同行 抓了几个小偷 让我们带回局里 小偷而已 教育教育放了就行了 干什么还大张旗鼓的往局里带啊 杨洛脸上的表情一冷 看着他们警员编号说道 你们是警察 这两个家伙黑黑一笑 我说兄弟 不要绷着个脸 这帮家伙就是带回去 也是关二十四小时 然后又放出去了 杨洛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上了一辆出租车 李肖静押着突顶南 坐上了杨洛的车上 王妃和张力 押着另外两名中年人 上了另一辆出租车 直奔市公安局 崔冠成坐在自己办公室里抽着烟 这两天 宝定的风云变换 把他弄得焦头烂额 总感觉有一只大手 在背后推动这一切 而且一张大网 已经罩在了宝定的天空 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套进去永不翻身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崔冠成皱着眉头喊道 进来 一名警员推开门 局长 杨副局长来报到了 崔冠成愣了一下 紧接着 连上堆满了笑容 让他们进来吧 杨洛走进来笑着说道 崔局长 久仰大名啊 崔冠成站起身和杨洛握了握手 哈哈笑着说道 杨洛同事真是年轻有为啊 我们局能夺你这个干将 那绝对是如虎添翼 杨洛打了个哈哈 崔局你太客气了 我杨洛何德何能啊 两个家伙一个比一个虚伪 崔冠成说道 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我好安排接封宴呢 杨洛嘴角一撅 接封宴就不用了 没有那么多规矩 崔冠成又打了个哈哈 那好 我也不和你客气了 你的办公室在我的隔壁 今天已经很晚了 当组会明天召开 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晚上我带你过去 杨洛点头 崔局你忙 我去办公室看看 说完 转身走了出去 崔冠成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眼睛变得非常阴沉 杨洛走出来 正碰到一名警员 你叫什么名字 警员看了杨洛一眼 我叫黄玉芳 杨洛说道 我是新来的副局长杨洛 你把这三个人送到拘留所 有时间我再审 警员一听 马上站得笔直 是 杨洛他没有见过 但前一段时间 曲杨 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又是打黑 又是抓捕越狱逃犯的 杨洛这个名字 他想不知道都不行 警员又找来两个人 把三名小偷押走 他也没问 这三个家伙犯了什么事 杨洛走进办公室 李宵静和王妃张力跟着进来 李宵静说道 杨局 下面我们怎么办 杨洛打量了一下办公室 不大 但还算宽敞 慢慢走到椅子前坐下 眼中闪过一缕幽冷的鸿芒 你们去调查一下 城建局局长 鲍利军的住处 我们晚上去拜访拜访 好的 三个人兴奋的走了出去 冬天的夜总是来得那么早 晚上十点多 寒冷的天气 让人们早早钻进了被窝 位于宝定市北区 一栋普通住宅楼下 站着四个身影 杨局 那个老家伙就住在三楼 杨洛抬头看了看 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你们猜猜 那个老家伙 会不会搂着他老婆在交公粮 李宵静刚开始没明白什么意思 等听见王妃和张力的音笑声 才明白过来 脸瞬间变得通红 呸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崔冠成躺在床上抽着烟 他老婆翻了个身 皱着眉头说道 老崔 咱们还不睡觉 都几点了 崔冠成把烟 按在烟灰缸里 随着杨洛的到来 他心里居然感到了一种不安 现在的他 处境很微妙 他的靠山汤井之调离 作为公安局局长 他没有入场 所以这样一个强力机构 谁都想把握在手 可现在上面几个大佬 就好像把他遗忘了一样 包括汤井之的对头政法委书记 还有曾经对他放出招揽信息的软成钟 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但是他这种官场的老油条 经过仔细思考后 已经在干部调整中 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现在他需要做的事 把屁股尽量坐正一些 不要让人抓住什么把柄 尤其是政治这东西 风云变化莫测 前一刻你还在为政府做事 后一刻你就可能成为人民公敌 这样的事情他见得多了 如果在这个时期不谨慎小心 赵才保定上空那张无形大王落下来 他就真的灰飞烟灭了 而杨洛这个时候已经悄悄地把暴力军家门打开 李宵敬和张力在外面守着 他和王妃慢慢走了进去 客厅里漆黑一片 在南边有一间卧室 里面传来轻微的声音声 王妃咧嘴一笑 哎 姐夫啊 这个老家伙真的在叫公娘了 听声音还挺买力 杨洛黑黑一笑 一会你不要说话 要是以后被他发现你的真实身份很麻烦 说完 戴上宽大的夜视镜 照住了半张脸 王妃点点头 也把夜视镜戴上 杨洛走到卧室门前 侧耳听了听 伸手抓住把手向下一压 门无声地打开 屋里亮着橘黄色的灯光 抬眼看床上 有两个人 一个肥胖的身体 晃动着雪白肥大的屁股 正在趴在一个女人身上 做着极限运动 粗重的喘息声和呻吟声 重斥着整个房间 王妃眨了眨眼睛 杨洛靠在门边 拿出烟叼在嘴里 饶有兴趣地看着 这样的现场直播 可是难得一见 等了能有几分钟 那个老家伙好像不知道累 连个姿势都不换 杨洛暗骂一声 妈的 这个老家伙是不是吃了春药 怎么这么油猛 说完 才拿出打火机 咔的一声 把烟点燃 谁 老家伙猛然一翻身 女人歪头看过来 一声尖叫 急忙用背掩住胸口 脸上还躺着细细的汗珠 杨洛眼睛第一时间落在女人身上 二十四五岁的年纪 眼中流露着魅意 给人一种魅骨天生的感觉 那细致布满细密汗珠的脸上 带着羞怯怯表情 但难掩那一丝恐惧 杨洛嘴角露出淫荡的笑容 在刚才 女人那赤裸的身体被她看了个精光 雪白的肌肤 完美性感的身材 还有那娇喘的身影声 真的能把所有男人的魂魄勾走 杨洛心里诽谤的骂道 你妈的 暴力军这个老家伙 还真是厌福不浅 居然能找到这么个优务 幸亏自己不是西门庆 不然还真可能发生一段故事 杨洛慢慢把目光移到暴力军身上 这个老家伙可比女人大得多 头发都白了一半 正愣愣的坐在那里看着杨洛 刚才还充满斗志的小兄弟 现在已经软软的趴在那里 要是有某种飞行经过 一定会把那个小东西 当成小虫叼走 杨洛没有说话 暴力军镇定了一会儿 才张嘴说道 你是谁 想干什么 声音倒是很威严 可威严的语气 也掩饰不住一丝颤抖 杨洛嘴里叼着烟 呵呵一笑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 不然也不会来找你 说完走到床前 一屁股紧贴着那个女人 坐在了床上 伸手摸了一下 女人的细腻的脸 暴局长 你还真是厌福不浅啊 这么水灵的女人也能弄到手 一定花了不少钱养着吧 杨洛的声音低沉 带着一丝沙哑 确实 暴力军为了这个女人 抛弃了糟糠之妻 就连儿子都不要了 而他娶了这个女人 也让很多男人眼红 看着女人浑身不停颤抖 暴力军喊道 你这混蛋放了他 有什么事 你可以冲着我来 不要伤害他 杨洛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你放心 对这样的女人我没兴趣 这次来就是找你的 暴力军看着杨洛嘴角的笑容 心里不尽一颤 你有什么事 杨洛收起笑容 森冷的说道 告诉我 你为什么给李哲昊下套 暴力军脸色突然一变 不过很快恢复正常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杨洛深深抽了口烟 报局长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考虑 三分钟一到 我要是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一定会在窗户把你扔出去 杨洛的声音很平静 没有一点感情波动 但暴力军却能感觉到 里面隐藏的杀机 杨洛抬起手看着腕表 随着时间的推移 暴力军额头上冒出了喊珠 时间到了 报局长 说完一挥手 小飞 把窗户打开 王妃嘿嘿一笑 走到窗前 把窗户打开 一股猛烈的寒气涌进室内 让还光着身体的暴力军 打了个冷战 杨洛突然伸手扣住女人的脖子 大拇指在他后脖颈用力一按 女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头一歪 昏了过去 暴力军惊慌地喊道 你想干什么 杨洛微微眯起了眼睛 一缕幽冷的鸿芒一闪而过 让你们做一对同名鸳鸯 抬手抓住暴力军的肩膀 把他拖到窗前 暴力军拼命地挣扎 可他的肩膀就像压了一块石头 只要他身体一动或者张嘴想喊 肩膀就会传来一种无法忍受的剧痛 那五个手指犹如一把铁钳死死抓着他 你现在下去吧 一会儿你的女人就会去找你 杨洛掐着暴力军的脖子 把他的脑袋按出窗户 另一只手抓起暴力军的脚腕 就要把他扔出去 暴力军艰难地说了一句 我说 王妃拿出录音笔按了一下 然后又放在兜里 杨洛停止了动作 说吧 如果有一句让我不满意 你就没有机会了 暴力军是真的恐惧了 他能真切的感觉到这个男人 绝对不是在吓唬他 是真的想杀了的 2008年 郑汉集团的老板找到我 他要在曲阳县投资房地产 需要我给他批块地 刚开始我没有答应他 第二天 唐书记给我打电话 让我特事特办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郑汉集团的老板 曲光是省长曲折坤的儿子 而郑汉集团也是个空壳 我没有办法把地批给了他 但是他并没有把土地款给我 而是拿着手续去银行贷款 然后进行开发 有人去报了这件事情 唐书记给压了下来 可是好景不长 在县纪委内部传出一个消息 徐洪博在暗中调查这件事情 暴力军动得牙齿直打架 说话都有点不清晰 身体更是剧烈的哆嗦 皮肤变得轻紫 杨洛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这可是意外的惊喜 一回身把他扔在床上 然后关上窗户 暴力军急忙拿着被子包住自己的身体 杨洛冷冷的说道 接着说 暴力军缓了一口气 唐书记找到徐洪博谈话 暗中透露曲光的身份 让他不要插手 可他并没有理会 还是我行我素的在暗中调查 半个月后 徐洪博突然失踪 而现财政局和曲光 也把钱花到了承建局 可还有将近两千万的缺口 我们谁都知道 徐洪博失踪 上面一定会派人来调查 这两千万要是赌不上 一定会被查出来 正在我们交头揽额的时候 无意中知道立志浩有点身家 所以才设了那个局 杨洛点头 徐伯红在哪儿 是死是活 暴力军摇头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这件事情 应该和周桓有关 因为曲光在周桓的公司有股份 杨洛明白 怪不得周桓可以在保定 嚣张这么多年 原来有省长撑咬 也就是说 他要找的那只黑手 就是曲折坤 你这么卖力地帮曲光 他给了你多少 暴力军低头不再说话 杨洛立声喝道 说 暴力军吓得一哆嗦 三十万 杨洛冷冷看了他一眼 转身向外走去 来到门口停住脚步 你的那个女人 明天早上就会醒 今天的事情 希望你把她烂在肚子里 不然 我会让你彻底消失 杨洛出来 李宵静问道 杨菊怎么样 王妃黑黑笑着说道 老大出马 哪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然后把录音笔拿出来交给李宵静 你收起来吧 李宵静接过来放进兜里问道 下一步怎么办 杨洛想了想 去找那个监狱长李国才 他也应该知道不少事情 什么时候去 张力问道 杨洛看了看时间 现在 啊 三个人张大嘴巴 李宵静说道 那可是监狱 我们怎么进去啊 杨洛嘴角一撅 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我进不去的地方 三个人齐齐竖起中指 窃吹牛 杨洛耸了一下肩 迈不向前走去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才碰到一辆出租车 去监狱 半个小时后 出租车停在李监狱大门外 李宵静看着高耸的监狱围墙 叹了口气 杨菊 难道你飞进去 就连对杨洛很有信心的 王妃和张力 看见监狱围墙 也无奈地摇头 杨洛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围着监狱走了一圈 然后来到监狱北面 就在这里进去 李宵静看看不远处的岗楼 看照灯来回晃悠 咽了口唾沫 杨菊 你确定在这里进去 杨洛呵呵一笑 许着点 李宵静说道 杨洛 你怎么知道李国财 在监狱没有回家 杨洛一笑 贺森被抓 他要是有心情回家 搂着老婆睡觉才怪了 说完 抬头看了一下岗楼 在探照灯扫过之后 身体猛然绷紧 就像猎豹一样 窜了出去 来到墙下 脚尖猛的一蹬墙面 身体向上窜去 身在空中 右臂一挥 一把军刀落在手中 然后扬起手 狠狠刺向墙壁 叮 军刀硬生生 刺进墙壁两寸 右臂一用力 身体再次向上窜身 眼看就要到达墙顶 看照灯扫了过来 李宵静他们紧张地看着 捂着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杨洛双手搭在墙顶 身体悬挂在空中 等到探照灯再一次扫过之后 双臂用力 身体越过电网 消失在夜色中 王妃瞪着眼睛轻声说道 老大就是老大 太牛了 张力很认同地点头 李宵静轻轻吐了口气 你们说要是杨居犯法 什么样的监狱才能关注他 王妃摇头 弄个吊宝 整个铁门把他扔在里面 杨洛就向幽灵 靠着监狱楼墙壁 快速绕到前面 就在这时 前面有两个身影走了过来 杨洛向后退了两步 紧紧靠在转角处 脚步声越来越近 老李 听说赫森他们被抓住了 还死了三个 另外一根声音说道 我也听说了 好像还抢劫银行 这次他们小命难保 哎 跑了就跑了 还在取杨抢劫 真是狗蛋 啪 声音戛然而止 另一个人只看见眼前人影一闪 身边的人就倒在了地上 等他反应过来想喊 突然脖子一凉 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 钉在了他的眼后处 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不想死就不要乱动 这个家伙蒙点头 杨洛轻声说道 李国塞在哪 在在在东边那栋楼的二次合 最里面没有门牌的房间 说完脖子一痛 脑袋一歪 昏了过去 杨洛把两人拖到监狱楼后面的墙角 然后拖下其中一个人身上的衣服穿上 大摇大摆地走向监狱办公楼 杨洛来到监狱办公楼二楼 左右打量了一下走向东面最里面那个房间 李国塞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前一段时间他过得可是非常逍遥 可听说赫森被抓以后心就沉到了谷底 要是赫森把他要出来那他也就交代了 所以这两天可是吃不好睡不好更没有心情回家看那个黄脸婆了 啪啪啪 房门被敲响 李国塞愣了一下 这么晚了谁来找我 而且还是敲门没有喊报告 坐起来打开灯穿上衣服 进来 李国塞看见一张陌生的脸 穿的却是预警的服装 皱着眉头说道 你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你 杨洛呵呵一笑 一屁股坐在了他的身边 李国塞脸色一变 怒声喝道 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 杨洛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李国塞看着他的笑容 眼角一阵狂跳 瞳孔收缩成症状 职业的本能告诉他危险 慢慢的他把手伸进了枕头下面 就在这时 一个坚硬的物体 顶在了他的脑袋上 顿时他身体一僵 又把手缩了回来 杨洛用枪点了点李国塞的脑袋 笑眯眯的说道 李御长 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找你帮忙 什么事情 李国塞不愧是心机深沉的人 背枪顶着脑袋 居然还能如此平静的说话 杨洛的眼睛 微微眯了起来 身上的气势突然一变 我想知道 是谁让你帮着反人越狱的 李国塞感觉到了杨洛身上的变化 那种无形的气势 居然让他产生一种 无法描述的敬畏 同时 他也嗅到了杨洛身上 那浓重的血腥味道 心一阵剧烈的跳动 他知道 这次麻烦大了 凭着他职业的敏感 还有月人的眼光 这个家伙身上有这么浓重的血腥气息 不是一名参加过实战的职业军人 就是一名杀人不眨眼的汉匪 不过按照这个家伙身上散发的气势 还有刚开始进来走路的姿势 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流 这个世上没有不怕死的人 尤其是他这种以权谋私 所惠受贿 为了满足作为动物的那点欲望的人 而活着就是他的首选 不然冒着杀头坐牢风险 弄来的那些银子 还有什么意义 难道带进棺材 所以他怕死 但心里素质还是很过硬 你的胆子不小 居然敢拿枪 在这里威胁我 杨洛笑眯眯的说道 我的胆子向来都很大 只是你没有见识过 至于这个地方 我还真没把你们这些人放在眼里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李国财说道 小子 你确实很狂妄 而你能不知不觉进来 我也很佩服你 所以今天的事情 我就当没有发生过 我劝你还是离开 要是你还不知好歹 只要我现在喊一声 你马上就会被包围 哈哈哈哈 杨洛一阵大笑 你信不信 只要我愿意 用不了二十分钟 就可以把这里所有人杀光 包括犯人 李国财脸上终于变了颜色 杨洛看着他脸上的笑容 依旧不变 李监狱长 我这个人做事 从来都是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我给你三分钟考虑时间 三分钟过后 你还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会送你上路 包括你的家人 杨洛的话音一落 李国财突然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这种感觉悬之又悬 而杨洛身上那种浓重的血腥气息越来越盛 让他知道这个家伙绝对不是开玩笑 是会真的会杀了他 大颗大颗的汗珠在额头上流下来 他不知道杨洛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想知道这些 但他非常明白 他不说 自己一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杨洛森冷的声音突然响起 时间到了 李监狱长 说完 手指慢慢的扣动扳机 李国财身体开始颤抖 突然喊道 不要开枪 我说 杨洛狠狠扇了他一个耳光 血丝顺着嘴角低落 把这个家伙打得直发懵 妈的 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不知道老子的时间很宝贵啊 家里还有两个妞等着我回去交公粮呢 李国财这个冤枉啊 心里把杨洛祖宗八代女性问候个遍 你他妈的时间宝贵 你他妈的有两个妞等着你 那你来这里找我干什么呀 是副市长 姜学纯 杨洛眉头皱了起来 妈的 怎么他又蹦得出来了 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举阳县财政局局长王炳章应该在你这里吧 李国财点头 在 叛了十二年 叫人把他给我带过来 李国财找到手机看了杨洛一眼 杨洛嘴角勾起一抹邪义的笑容 李国财看着杨洛的这种笑容 还有眼里闪着嗜血的鸿芒 这是一种对杀剑 对血腥有着疯狂炽热的光芒 他心里顿时涌起一股寒气 头皮震震发麻 这个家伙太危险了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杨洛的冰冷沙哑 带着戏虐的声音钻进耳朵 不想死就老老实实干活 想死你可以在电话里喊 不过我提醒你 你死了不要紧 千万不要让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和你一起死 李国财心里叹了口气 快速的拨了一串号码 我是李国财 你马上把去杨县原财政局局长蒙炳章带来 我要见他 李国财放下电话 杨洛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要害怕 只要你乖乖听话 什么事情都不会有 十多分钟后 房门被敲响 杨洛把枪顶在了李国财的腰部 李国财身体一僵 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进来 一名狱警打开门 看见杨洛愣了一下 虽然很怀疑 但作为一名小管教 知道什么该问 什么不该问 遇到人已经带来了 李国财点点头 让他进来 狱警转身把站在门外的一个人叫了进来 然后走出去 轻轻把门关上 杨洛看着王炳章 根据他的了解 王炳章也就四十出头 可现在看他能有五十多岁 头发已经花白 消瘦而蜡黄的脸上皱纹密布 青金暴露的双手 长满了老姐 狱长 您找我 王炳章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 说话的时候 微微弯着腰 李国财说道 他想 啪 杨洛狠狠敲在了他的后脑上 李国财呃的一声 昏了过去 王炳章吃惊地看着杨洛 尤其是他手上的枪 不知道这个家伙是谁 想干什么 杨洛把枪收了起来 叶家让我来见你的 王炳章浑浊的双眼突然一亮 不过很快恢复原来的样子 哪个叶家 我不认识 杨洛唯唯一笑 我想你一定是被冤枉起来的 不然叶家不会让我来见你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用不了两个月 我保证你可以在这里光明正大的走出去 王炳章 身体突然挺得笔直 可脸上那疑惑的神色并没有消失 你是谁 杨洛站起身望着窗外 声音有些飘渺地说道 我是谁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我能让你离开这里就行了 王炳章一阵犹豫 最后一咬牙 好 零八年的时候 正汉集团 杨洛一挥手打断他的话 这个我知道了 你违规挪用财政资金是帮他们 怎么会被他们给弄进来呢 王炳章沉思了一下 挪用财政资金帮他们堵窟窿 并没有进过我的手 而是副局长侯金晓 其实在这之前 徐洪波找到了我 说他有危险 把一份文件交给了我 让我一定要保存好 杨洛说道 徐洪波怎么会那么相信你 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 王炳章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和徐洪波是大学同学 他是我的学长 由于是老乡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杨洛点头 那份文件在哪 王炳章犹豫了一下 在我家厕所天花板夹层里 还有谁知道文件放置的位置 王炳章摇头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 谁也没有告诉 接着往下说 杨洛拿出烟扔给他一根 然后自己点燃 王炳章很享受的抽了口烟 后面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们在参政局 违规农用公款之后 我找到侯金像谈话 把他狠劈了一顿 并准备了相关材料 上报到了实际委 没想到第二天 我的银行账户莫名其妙的 多了二十万 实际委也紧接着 下来人把我双规 然后就到了这里 杨洛沉思了一下 这次月异的事情 你知道吗 王炳章点头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可能不知道 月异除了官方败类配合之外 犯人也一定参与其中 这不知道是谁 王炳章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李国财 只有监狱的老大 才能以呼百应 谁 严孝军 杨洛回手抓着李国财的衣领 把他拎起来 然后挥手狠狠扇了下去 啪 李国财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王炳章心一抖 这个家伙到底是谁啊 居然如此虐待监狱长 杨洛一松手 把李国财扔在床上 我的话问完了 让人把他带回去 把严孝军给我带过来 这一巴掌把李国财打得怒火中烧啊 看见杨洛刚刚在手里拿出来的枪 硬生生把火器压了下去 周少武 到 那名狱警推开门走了进来 狱长 李国财怒声说道 带回去 把严孝军带来 是 狱警偷偷看了一眼李国财 有些红肿的脸 带着王炳章离开 时间不长 一名四十来岁 一米八多身高的中年人被带了进来 这个家伙走路一摇三画 眼中闪着阴沉的目光 一进来只看了杨洛一眼 然后大咧咧的坐在李国财床上 李运长 这么晚了还找我 有事就不能明天说 李国财刚想说话 感觉到后脑一痛 慢慢转过身指着杨洛 你 你很慢的 又大 扑通一声 软软倒在地上 严孝军猛然在床上站起来 眼睛死死盯着杨洛 双手握着拳头 紧张地戒备着 毕竟敢在监狱里把监狱长敲昏 这样的人 他不敢大意 说不定会把他弄死 杨洛看着他森冷地说道 你叫严孝军 严孝军皱起了眉头 对 杨洛嘴角一撅 我想凭你还没有资格接触外面官场上那些人物 说吧 是谁指使你帮着李哲昊越狱的 严孝军冷哼一声 他没越狱 管我屁事 杨洛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一缕幽冷的鸿芒在眼中闪现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严孝军冷笑一声 操你妈的 你算老几啊 杨洛身体一晃 严孝军反应很快 抬起拳头直奔杨洛的咽喉 杨洛快速抬起手 一把扣住严孝军的手腕 手指一用力 就听见一声可怕的骨骼断裂声 严孝军的手腕 以一种诡异的姿势扭曲着 还没等严孝军惨叫出声 他的嘴就被一只大手掐住 鼻子里传来一阵闷哼 杨洛森冷地说道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千万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不然我会拆了你身上每一块骨头 严小军的额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这样硬生生被捏断骨头的疼痛 让他有点承受不住 是 是周桓 我一直都是跟着他呢 杨洛森哼一声 骂的 贱皮股 说完松开他 然后又抓着李国财的衣领 把他拎起来 紧接着响起响亮的耳光声 李国财的脸已经被打得成了猪头 清醒之后已经欲哭无泪 自己今天早上是不是没烧香呢 怎么就招来了这么个神家 杨洛看着李国财的脸黑黑笑着说道 哼 李御长 麻烦你送我出去 然后搂着他的肩膀往外走 就像是很多年没有见过面的兄弟 李国财没有一点反抗的勇气 因为他知道 只要自己稍微一动 搂着他脖子的那只胳膊 就会把他的脖子弄断 走出来 李国财对着站在那里的预警说道 看好严小军 等我回来 是 预警又一次把目光看向李国财的脸 张嘴想问 可这个时候 李国财已经被杨洛不着痕迹地拖走 出了办公楼 杨洛推着李国财上了一辆停在那里 挂着司法牌照的帕萨特 李监狱长 开车吧 李国财看着杨洛又把枪拿了出来 只能听话地把车子打着 开到大门口按了下喇叭 监狱大门缓缓打开 往北走 李国财一打方向盘 开着车向北面缓缓行驶 到了监狱后面的路口 杨洛的说道 停在这儿吧 说完 拿出电话打给王菲 过来吧 我在路口的车上 时间不长 王菲 李肖靖和张力打开车门钻上车 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只不过李肖靖看着杨洛的眼神中 拦掩那一丝崇拜 杨洛拍了拍李国财的脑袋 送我们回市区 李国财心里长叹口气 很不服气 可人在枪口下不得不低头 半个小时后 车停在了保定新市区 杨洛下了车伸了个懒腰 然后转回身趴在车门上说道 谢谢了李监狱长 有时间我们再见 李国财一踩油门 车猛的窜了出去 杨洛急忙闪身 他妈的 老子早晚弄死你 李肖靖突然蹦到杨洛面前 然后搂着他的脖子 巴搭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兴奋的说道 老大 你太厉害了 偶像啊 杨洛伸手摸了摸被他亲的脸 然后非常严肃的说道 李肖靖 你能不能也在这边脸亲一下 耶稣说过 当一个女人亲你左脸的时候 你要把右脸凑过去给他亲 李肖靖脸一红 脆了一口 响得美 杨洛黑黑一笑 走吧 我们找个地方睡觉 几个人找了家酒店住了下来 早上 杨洛走出房间 在这家酒店对付了一顿免费的早餐 然后四个人打了辆出租车 直奔市公安局 下了车 正碰见 楚金斌和一名扛着一级警督的中年人 有说有笑的走了过来 李肖跟在他们后面 杨洛黑黑一笑 还真他妈的冤家路窄 然后迎了上去 惊热的喊道 楚局长 走在楚金斌身边的中年人 微笑着对杨洛点点头 而楚金斌见到杨洛 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 眉毛一挑 冷横一声 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 还是皮笑肉不笑的说道 原来是杨局长啊 怎么今天来报道了 杨洛笑咪咪的说道 是啊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还请楚局长多多关照啊 楚金斌看着杨洛 你杨局长这样的人物 我可关照不了 还是请你关照关照我吧 说完 加快脚步走向办公楼大门 他一加快脚步 杨洛也加快脚步 两个人同时冲向门口 说来也巧 郑中的感应门坏了 只旁边的小门开着 两个人顿时挤在了那里 谁也不愿意让步 僵持在那 现在正是上班的时间 外面还有很多人 见到这样的情况 就知道有热闹看了 本来跟在他们身后的人 也都退开 所谓两虎相争 央之池鱼啊 两个大人物掐架 还是离远点好 那名警督脸上露出 莫名其妙的一丝笑容 也退到了一边 而李懿虽然把杨洛恨得咬牙切齿 但这种情况 他可不敢瞎掺和 老张 那个年轻人是谁啊 居然敢和楚局较劲 你不知道啊 老张说的 不知道啊 在曲阳调过来的那个杨局长 听说很强硬 看吧 有热闹敲楼 杨洛转头看着楚金斌一笑 楚局长 这进门得有先来后道吧 楚金斌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阴沉着目光 瞪着杨洛 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毕竟这是县局大院 后面还有几个有头有脸的领导干部呢 纵然两人深仇四海 也不可能当着手下警员 还有那些领导和杨洛对骂冲突 可杨洛这样的挑衅 让他脸上很难堪 强压着心里的怒火 深深吸了口气 你要干什么 声音低沉 有些急促 杨洛微微一笑 我还想问问你要干什么呢 我的一只脚都已经踏进来了 你居然把我挤到了一边 楚金斌内心的怒火 又吞了一下声了起来 你懂不懂规矩 不要以为记了市局 就可以和我叫满 本来不想跟你一般见识 且不了越来越过分 越来越不知道规矩 以为提个府局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不要忘了 你只是一个排名垫底的玩意儿 太不自量力了 杨洛突然放声狂笑 森冷地说道 那我可真要请教一下楚局长 这进门还有什么规矩啊 我年纪小还真不懂 语气充满挑衅和嘲讽的味道 楚金斌低沉着声音和道 你眼里还有没有领导啊 退开 杨洛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只是笑眯眯的看着他 什么狗屁的官场规矩 下级要给上级让路 那在杨洛眼里一文不值 在他的人生里 只给主席总理让路 不要说楚金斌一个小局长 而且还是富的 今天就是省委书记来了 杨洛也一样让他跟在身后 好 这个时候 后面的人越来越多 议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楚金斌脸上的颜色已经变得清紫 突然身体一用力 想要把杨洛挤开 杨洛快速的一伸手 大拇指按在了楚金斌的后腰上 楚金斌感觉到后腰脊椎尾骨处 就像针扎了一样疼 不过这种疼痛的感觉很快消失 紧接着 双腿发软 使不上一点力气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杨洛急忙伸手抓住楚金斌的胳膊 诶 楚金斌啊 你这是干什么 虽然今天您的行为是错误的 但也不至于下跪向我道歉呀 我可身受不起 快起来 快起来 杨洛嘴里这么说 但抓着楚金斌的手却没有用力 楚金斌跪在他面前能有十多秒钟 双腿才慢慢的开始恢复 杨洛感觉到他要恢复过来 一用力把他扶起来 楚局长 以后千万不能这样了啊 放心吧 今天的事情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说完 哈哈大笑着转身走了进去 楚金斌的脸已经变成了黑色 双手紧紧的握着拳头 看着杨洛的背影眼中闪着浓浓的杀机 外面的人没有人敢往门边凑 那名警督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走过去拍了拍楚金斌的肩膀 老楚 走吧 楚金斌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办公室的 坐在那里喘了半天劲 过了一会儿 抓起茶杯狠狠砸在地上 啪 然后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杨洛 我和你势不两立 一名警员经过他办公室一缩脖子 匆忙走了过去 时间不长 杨洛这个新来的副局长和楚金斌发生冲突的事情 传遍了整个市局 而楚金斌突然给杨洛下跪道歉 更是诡异 就是那些看见的人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行侦科一名年轻的警员 跑到科长办公室 科长 科长 陈家涛抬起头说 我说周坚强 你可真够坚强的 怎么就一点记性都没有呢 进来就不能敲敲门 周坚强黑黑一笑 趴在办公桌上说道 科长 今天早上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陈家涛说道 听说了 你小子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找我的 不是不是 刚才我在楚局办公室经过 听见里面有摔东西的声音 看来那个老东西很愤怒了 我们就要迎来一场战争了 也不知道谁能赢 陈家涛说道 谁赢谁输和我没有关系 你去通知他们 这件事情不要议论 免得萤火烧身 尤其是你小子 把嘴巴给我闭眼呢 周坚强点点头 放心吧 科长 我有分寸 我这就去通知我们科的兄弟们 看着周坚强离开 陈家涛陷入一阵沉思 杨洛回到办公室 李萧静和王妃张力跟了进来 三个人忍不住一整哈哈大笑 李萧静喘着气说道 头儿 你太牛逼了 居然把楚金逼那个老家伙 整得那么惨 这个脸他可丢大了 杨洛一笑 这种人就得让他吃点苦头 不然他会一直骑在你的头上 啪啪啪 王妃刚想说话 办公室门被敲响 杨洛喊道 进来 一名二十四五岁 穿着警服的女警 推开门走了进来 杨副局长 崔局长 您两点去大会议室 开党组会 杨洛点点头 知道了 女警微微一笑 走出来的时候 还回头看了杨洛一眼 然后才把门关上 在门外还站着一名女警 圆圆的脸蛋 个子不高 但是身材很好 不胖不瘦 留着七儿短发 一笑起来 脸上还有两个小酒窝 哎 怎么样 怎么样 杨局长的帅不帅 他真的那么年轻吗 那个女警把他拉走 左右看看没有人 真的很年轻 不过不帅 但绝对有行 真的 是我喜欢的类型 那名女警翻了白眼 行了 你少花吃了 他那么年轻 就能坐到局长的位置 怎么可能会喜欢我们 哎 是啊 我们真的没有戏啊 李宵静说道 杨局 你都来了 还不立刻召开党组会 这是给你脸色看呢 杨洛一笑 你们在我办公室里待着吧 等召开完党组会 我正式上任 你们再外入职手续 说完 打开电脑 仔细地看着市局主要领导的档案 时间一点一点流失 中午 杨洛他们也没有去吃饭 一点五十分 杨洛关电脑站起身 我去开会 这一路上有很多办公室的门都开着 里面的人都齐刷刷地看着门口 许多人都没有见过杨洛 听说很年轻 而且今天早上的事情更让他们对杨洛好奇 杨洛心里一阵苦笑 骂他 看来今天早上的事情太招风了 这些家伙都把我当猴了 不知道大会议室在哪 正看见前面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 走到门口 站在那里抬头看了看 是行政科 里面的警员都在看着门口 突然杨洛站在了门口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把这帮家伙吓得急忙扭过头 一阵地瞎忙活 谁知道大会议室在几楼 杨洛说道 行政科的那帮家伙齐齐松了口气 周坚强站起身笑嘻嘻地说道 杨洛 我带您去吧 杨洛摇头 告诉我在哪就行了 在五楼 谢谢 杨洛谢了一声 转身走向楼梯口 杨洛一走进会议室 里面嗡嗡的谈话声突然消失 一个个都看向他 有的对着他点点头 脸上露出善意的微笑 有的一脸冰冷 显然对杨洛并不感冒 很排斥 杨洛嘴角一撅 看了一眼会议室 崔冠成这个一把手还没到 然后找了个位置坐好 他的身边坐的正是早上和楚金斌 一起的那名一级警督 我叫李景洪 杨洛真是年少有为啊 杨洛看了半天市局领导的档案 这个李景洪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 这个人能力很强 杨洛伸出手和他握了握 笑着说道 李局 以后我们是同事 你可要关照关照啊 李景洪呵呵一笑 杨洛你客气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你帮忙呢 杨洛只是想笑笑 这个时候 崔冠成和楚金斌 并肩走来 到了门口 楚金斌微微向后退了一步 让崔冠成先走进会议室 杨洛看着楚金斌的动作 脸上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 崔冠成坐下来笑着说道 老成去省礼了 所以没来 我们开会吧 杨洛知道 那个老成可能就是常务副局长 程江天 这个会也没有什么新意 宣布了一下杨洛的任命书 然后就是杨洛讲话 而杨洛还是那句话 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就散会了 杨洛的分管工作 崔冠成并没有安排 这也在杨洛意料之内 把自己调来 无非就是架空自己 要是还给他自己权利 那才怪了 杨洛回到自己办公室 让李萧静和王妃张力 去政治出报道 看着他们出去 杨洛骂道 骂的 老子有三个兵就够了 突然 杨洛手机的铃声急促响了起来 拿出电话看见是妙妙打来的 按下接听键 笑着说道 妙妙想哥哥了 哇的一声 妙妙哭了起来 杨洛苦笑一声 妙妙怎么了 是谁欺负你了 告诉哥哥 听筒里传来抽气声 哥哥 妈妈不见了 杨洛皱起了眉头 妙妙 快点告诉哥哥 到底怎么回事 妈妈早上出去买菜 到现在还没回来 哥哥 我好怕 杨洛知道一定是出事了 不然井可秋 不可能把妙妙一个人扔在家里 而且从早上到现在也没有回去 妙妙不要怕 哥哥马上就会去找你 你在家里不要出来 出了哥哥 无论谁敲门 也不要看知道吗 你快点来 好 在家等我 说完 站起身跑了出去 刚来到楼梯口 王妃他们走了上来 见到杨洛如此匆忙门的 怎么了 杨洛一边跑一边说道 回去杨 出事了 王妃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跟在杨洛身后往下跑 来到停车场 打开一辆警车车门钻了进去 发现没有钥匙 王妃 去找这辆车的司机 把钥匙拿来 是 王妃又跑进办公楼 时间不长跑了回来 把钥匙递给杨洛 杨洛打着火猛的一踩油门 哄 一阵强力的引擎声响起 车轮摩擦地面 传来刺耳的声音 在阳光的映射下 一道白色的流光 就像急速划过夜空的流星 一闪而逝 看见这个情景的人 又是一阵议论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不过对于杨洛的车技 他们算是开了眼界 警车冲出大门拐弯的时候 车速绝对有一百二十 那个飘移太潇洒了 楚金斌站在办公室窗前 看着消失在视线里的警车 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这一次我他妈的弄不死你 也要让你后悔和我作对 出了市局 杨洛把油门一踩到底 发动机传来超负荷的轰鸣声 王妃张力还有李萧静 急忙系上安全带 手紧紧抓着把手 尤其是李萧静 小脸下得煞白 一个多小时路 杨洛二十分钟 就把车停在了景华小区 推开车门 快速跑上楼 李萧静 王妃和张力脸色苍白的摇晃着身体下了车 感觉到双腿一点力气都没有 靠在车上喘气 杨洛 杨洛这不是开车 这是开飞机呢 李萧静有气无力的说道 杨洛抬手敲门 妙妙开门 是哥哥 防盗门咔的一声响 门轻轻推开一条缝 妙妙的小脑袋探出来 见到是杨洛才把门打开 扑到他怀里 嚎啕大哭 杨洛抱着妙妙下了 上车之后给郭义打了个电话 今天是周日 郭义正在家里 一听井可秋失踪了 急忙联系指挥中心 果然在早上七点多钟 有人报警 在景华小区外 路边有一个女人 被几个人带上了一辆面包车 他也没有多问 急忙穿上衣服跑了出去 等他到了县局才知道 今天是蒋维这个副局长值班 也是他接的警 当他找到了蒋维了解情况的时候 他已经把案子交给了刑警二队 蒋维也好 刑警二队大队长石标也好 是什么货色他当然知道 现在事情过去了将近九个小时 事情有点麻烦了 这个时候杨洛抱着妙妙走了进来 李萧静他们三个跟在身后 蒋维见到杨洛脸上的表情 有点不自然 心里更是有点不安 杨洛把妙妙放到沙发上 怎么样 郭义把事情说了一遍 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 事情有点麻烦 杨洛猛然一转身 双眼紧紧盯着蒋维 眼中一道寒芒 就像一把利剑 刺进蒋维的心脏 刑警二队有没有出警 杨洛身上爆裂的气息 让蒋维头皮一阵发麻 喉咙一阵滚动 艰难的张开嘴 出警了 杨洛拿出电话 打给指挥中心 这次接电话的是倪天洪 杨军 倪天洪的语气有些急 我们已经把监控录像调取出来了 可是我打电话给县局 蒋副局长说 已经让刑警二队负责 我们又联系了刑警二队 可打了二十多个电话 都没有出警 现在到后 电话打不通了 知道了 杨洛放下电话 突然抬起脚 狠狠踹向蒋维 喷 蒋维惨叫一声 整个身体飞了出去 又是喷的一声 撞在墙上 然后扑通掉在地上 咬咬 咬咬咬咬咬咬 蒋维一阵猛咳 大口的鲜血在嘴中涌出 杨洛从来都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 这一脚要了蒋维半条命 杨洛蹲下身体 掐着蒋维的脖子 把他拎了起来 按在墙上森冷的说道 看来我这段时间 行事作风是真的太温柔了 让你们有胆量 起到我的头上 现在居然敢对我身边的人下手 从今天开始 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杨洛做事的风格 说完松开手 蒋维软软滑倒在地上 眼中流露着惊恐的神色 哆嗦着手指着杨洛 你你你敢打我 我要告你 杨洛微微眯起眼 现在打你 一会儿就不是打你那么简单了 说完一声利吼 把他给我靠起来 是 王妃拿出手铐把蒋维靠起来 杨洛挥了下手 迈步向外走去 通知韦和明洪去刑警二大队 把那个石标控制起来 然后对着李萧静接着说道 你照顾妙妙 李萧静有点不愿意 可又没有办法 孩子在这里必须有人照顾 杨洛和郭义刚走出办公室 刘天鹏和高阳他们十多人走了过来 显然是倪天宏通知他们的 杨军怎么样 刘天鹏焦急的问道 杨洛指了指身后的蒋维 高阳 李云 配上武器 把他送到拘留所 要是谁敢乱动 可以开枪 说完快步走向楼梯口 高阳和李云两个人知道杨洛这是真的发火了 蒋维看着他们骂道 你们他妈的敢动我 居然和杨洛合谋公然抓捕国家干部 你们知不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 这个老家伙不敢对杨洛吼 可对高阳和李云他们可没有顾虑 高阳晃动了一下大脑袋骂道 你他妈的好什么好 说完一脚踢在蒋维的屁股上 走 蒋维心里这个火呀 被杨洛像狗一样打 现在就连一个小警员也敢侮辱他 刑警二大队 杨洛走进办公楼 就看见伟明红正带着人举着枪和三十几个人对峙 郭义快步走过去 立声吼道 你们他妈的在干什么 把枪都给我放下 刑警二大队大队长石标看着郭义冷冷一笑 郭决 这可怨不得我 是他伟明红 太胆大妄为了 居然来这里找事 杨洛始终没有见过这个石标 这个家伙也从来没有向他汇报过任何工作 你就是石标 你他妈谁啊 石标不可能不认识杨洛 虽然没有照过面 但照片不知道看过多少遍 他这么说无非是想给杨洛一个难堪 可这个难堪是给了杨洛了 他差点丢了小命 砰 一声枪响 石标右膝盖抱起一朵雪花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整个空间突然变得死一般寂静 全都瞪着眼睛看着杨洛 还有他手上那把九二十军用手枪 谁也没有想到杨洛会开枪 就连郭义和刘天鹏都没有想到 毕竟石标不是那些小混混 而是国家干部 石标咬着牙站起身 瞪着雪红的眼睛举起枪 我操你妈的 居然敢开枪 老子杀了你 砰 又是一声枪响 石标握枪的右手猛的向后一扬 啪 五四手枪掉在了地上 杨洛一步一步走过去 一股浓重的血腥气息充斥着整个空间 开枪 开枪给我杀了他 看着杨洛一步一步走过来 石标生死力竭的喊着 整张脸已经扭曲 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吓的 刑警二大队的那些警员 举着枪手开始发抖 额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虽然手中握着枪 可却不能让他们有一点安全感 尤其是杨洛身上散发的可怕气势 还有那种血腥的气息 让他们生不起一点抵抗的念头 杨洛就好像没有看见几十把枪指着他 走到石标面前说道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 声音冰冷的就像来自九幽地狱 听着石标头皮一阵发麻 头发一根根竖了起来 石标嘴角一阵抽动 喉咙发干 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杨洛把枪顶在了他的肩膀上 告诉我 井可秋在哪 石标张着嘴干涩地说道 还没有掉肠 我砰 石标还没有说完的话 变成了一声惨叫 肩膀上爆起一朵血花 杨洛把枪顶在了他另一边的肩膀 说 石标嘴唇一阵柔动 砰 啊 石标又是一声惨叫 疼得他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 汗水不停地滴落 杨洛把枪指向他的左腿 说 砰 杨洛这一次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快速扣动了扳机 啊 这个时候石标已经浑身是血 软软躺在地上 地面已经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 杨洛把枪指向他的脑袋 你不说 蒋卫一定会说 我再给你个机会 石标内心开始绝望 一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死亡气息扑面而来 我说 这个家伙就是个疯子 他已经看出来了 他要是不说 这最后一枪一定会打爆他的脑袋 这段时间的拐弯妇女案都是这块人干的 抓来人后 他们会送到临省的小回村 杨洛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继续说 由于失血过多 石标的大脑有些发沉 眼前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 说话的声音也开始变得微弱 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这个团伙是周桓的手下 说完开始惊恐的叫喊 快点送我去宴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啊 杨洛回头喊道 叫两个人把他送到医院去 然后在身上拿出一张名单 交给伟明洪 按照名字抓人 我不回来 谁让你们放人也不要放 伟明洪看见上面的名字一抖 名单差点掉在地上 上面的人名不多 就十一个 但全是县局里面的领导 最小的也是和他一个级别 居然还有三个副局长 郭毅拍了拍伟明洪的肩膀 去做吧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下守卫墙 找到他们违法违纪的证据 伟明洪深深吸了口气 点头转身喊道 跟我走 等等 杨洛喊了一声 伟明洪疑惑的停住脚步 看着杨洛 杨洛说道 把他们的枪下了 送到拘留所 这一次 刑警二大队的警员 乖乖的把枪扔在了地上 他们只是小警员 平时干什么 也就是执行命令 最多也就受到处分 或者开除 有手不干净的 判个几年到头了 这个时候 要是还想执迷不误 对抗到底 那可就不是判几年的问题了 很可能要把老底坐穿 甚至丢了小命 杨洛对着郭义说道 老郭 老刘 你们留下来指挥 我去救人 要是市里有谁敢出来蹦他 你告诉他 去找王县长 两个人点头 刘天鹏说道 你小心点 我听说 那里的民风彪悍 杨洛一笑 只不过他的笑容 让人感觉不到一点温暖 倒是像外面的天气 冷得让人直大寒着 杨洛转身 向外走 王妃 张力 陈日彪 你们跟我来 是 十几个人跟在杨洛身后 向外跑 来到停车场上了车 三辆警车 一路向西市区 杨洛点了颗烟 深深吸了一口 王妃看了杨洛一眼 知道自己这个便宜姐夫 是真的怒了 后果很严重啊 陈日彪 开快点 杨洛森冷的说道 陈日彪 当然知道杨洛担心什么 金可秋那么漂亮 快十个小时了 难保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 所以他也着急 脚下猛踩油门 什么他妈的交通规则都抛到了脑后 杨军 用不用通知当地警方协助破案 杨洛黑黑一笑 不用 等到了再通知他们 陈日彪心里一动 我知道了 杨洛哼了一声 没有再说话 现在对于杨洛来说 谁也不能相信 万一当地警方走漏消息 犯罪分子把人转移走 那可就麻烦了 天已经暗了下来 终于进了临省的一个山区内 山路越来越难走 陈日彪双眼紧紧盯着路面 杨军 前面应该就是小灰村了 说完把车停了下来 杨洛一皱眉 怎么了 陈日彪推开车门下了车 向前走了一段距离 然后走回来说道 杨军 前面有一个大洼地 全是鸡血 而且已经冻上了一层薄冰 道路也窄 离悬崖只有两米 告诉后面小心点 陈日彪点头 通知后面路况之后 回来上了车 陈日彪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 身上开始冒汗 三十多米的路 开了十多分钟才过来 深深吐了口气 骂的弄得我一身冷汗 还有多远 杨洛问道 下山就到了 不过当地比较落后 刑事案件贫乏 民风也比较彪悍团结 更是不讲道理 有时候当地警方也拿他们没办法 我们这几个人去了 还真 杨洛黑然一笑 十几个人我都嫌多了 陈日彪这才想起杨洛有多猛 下山的路也不太好走 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 突然车灯一晃 前面一片小树林里 停着一辆破面包车 映入了陈日彪的视线 这个家伙一阵兴奋 杨洛那帮家伙一定在这 你看那辆面包车 杨洛微微眯着眼睛 到地儿了吧 前面就是了 停车 杨洛推开车门下了车 陈文琪 王一栋他们在后面的车上下来走了过来 杨洛 现在进村 陈文琪问道 杨洛森冷地说道 检查武器 十几个人拿出枪检查了一下 杨洛一挥手 走 十分钟后 一个小村落出现在眼前 这时 黑暗中传来一阵脚步声 一个穿着破旧的军用大衣 戴着棉帽 四十多岁的村民 晃晃悠悠走了过来 嘴里还哼着小调 这个家伙见到村门口 站着这么多人吓了一跳 颤抖着声音 贺问道 谁 干什么呢 杨洛走过去问道 老乡 问你个事 等杨洛一走近 他才看清杨洛穿着警服 突然向后退了一步 什么事 我们是警察 有几名犯罪分子 带着一名被拐卖的妇女来到这里 他们在哪 这个家伙一听 转身就跑 显然是想回去通风报信 可刚跑了两步 就感觉自己被一只强而有力的大手抓住 紧接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涌来 双脚突然离地 向后飞了回去 杨洛就像拎小尖一样 把那个家伙拎了回来 告诉我 他们在哪 这个家伙突然张开嘴 大喊道 打 本来按在他肩膀上的那只手 掐在了他的脖子上 这个家伙能清晰地听见 自己颈骨被捏得嘎巴嘎巴响 无法呼吸 让他的肺部好像要乍开一样 眼珠突出眼眶 脸上更是血红一片 伸出双手拼命地挣扎 可杨洛站在那里 就像生了根 也懂不懂 我再给你个机会 人在哪 说完松开了手 这个家伙弯小腰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活了几十年 他还真没有感觉到 原来呼吸空气 居然这么美妙 就在他还在贪婪的吸气时 那个犹如魔鬼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怎么样 活着的感觉 是不是很美妙 说吧 他们在哪 这个家伙内心是真的恐惧的 结结巴巴地说道 在村里 村头的第一家 那两层小楼 你们 你们一进村就能看到 带着他 我们过去 村头二层小楼的一层大厅 全都是人 井可秋被捆得 结结实实扔在地上 嘴上堵着一块破布 眼神惊恐地看着 围在他身边的一群人 操 你妈的二瘸子 我都和马三说好了 这人是我的 你他妈的和我抢 是不是活腻歪了 二瘸子一瞪眼 张嘴骂了 狗日子黑驴 你他妈的才出来多少钱啊 也不看看这娘们长相 你养得起吗 黑驴怒声喊道 那我倒要听听 你给多少钱 二瘸子咧嘴一笑 露出满嘴大黄牙 我他妈的出十万 黑驴脖子一更 我他妈的出十一万 一般被拐卖到大山里的妇女儿童 两三万就是大价钱 有几个出十几万的 主要还是井可秋太漂亮了 就连杨洛刚开始见到井可秋的时候 都眼睛一亮 何况是这些村民 什么时候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这时一个满脸麻子的青年走过来说道 挣什么挣啊 这一次谁给他钱多 老子就卖谁 黑驴瞪着眼睛喊道 麻三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三万 我现在给你十一万 还不卖 麻三冷笑一声 指着井可秋 说道 就连老子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娘们 有那点钱就想买走 想什么呢 你要不要 不要我找别人 我出十五万 一名年轻人在人群中走出来 我出五百万 一个冰冷的声音在门口传来 令在场的人一愣 当他们转过头去脸色大变 十几名警察已经把他们毒在了屋里 井可秋都已经绝望了 看见杨洛后 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嘴里呜呜的哭着 站在麻三身后的 无名小混混对视一眼 然后有些慌张的闻道 三哥 怎么办 杨洛身上散发着让人 无法描述的阴冷气息 走到井可秋身边 把他扶起来 把嘴里的破布拿出来解开绳子 井大姐 没事吧 井可秋抱着杨洛一阵失声痛哭 杨洛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冷 我没事 没事 杨洛拍了拍井可秋的肩膀 把他推开 一挥手 把他们给我扣起来 是 盲飞举着枪第一个冲了过去 麻三眼珠嘰里咕噜乱转 看见这样的情况 突然喊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把他们打死 不然村里买了这么多妇女小孩 被抓住就是坐牢 就是麻三不喊 这些村民也不可能让警察完好无损地离开 而和警察对抗也不是一次的 每次那些警察不是气势汹汹的来 还拿着枪 但哪一次不是被他们赶跑 想抢回他们买来的媳妇和儿子 哪有那么容易 有的跑到厨房拿起菜刀 有的跑到外面拿起铁锹膏把 把杨洛他们围了起来 王妃和张力本身就是小混混 对于这些村民的举动 不懈地撇了下嘴 而陈文琪和王一栋他们却是冷看之貌 握着枪的手心都有点滑腻腻的 看来要出大事了 麻三音笑着喊道 警察不敢开枪的 打死他们 不然你们的媳妇还有孩子就会被抢走 一名村民举着铁锹喊道 对 打死他们 让他们知道我们小回村人的厉害 这时外面大院里又来了几十名村民 杨洛微微眯起眼睛 冰冷地说道 弄死我们 美国佬的特种部队都不敢说弄死我 喷 说完 对着天空鸣枪示警 本来蠢蠢欲动的村民顿时消停了下来 麻三见到村民只是扎唬急了 别怕 他是在虚张争事 绝对不敢真的开枪 大家一起上啊 出十五万的那名青年看了秦可秋一眼 这样漂亮的女人眼看就要到手了 被这群该死的警察给破坏了 怎么能甘心 想到这儿 手里的砖头狠狠砸向杨洛 啪 正砸在杨洛的肩膀上 杨洛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眼中闪过一道幽冷的鸿芒 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所有人都把手里的家伙扔向站在前面的杨洛 紧可秋啊的尖叫出声 然后紧紧捂住自己的嘴 砰砰砰砰砰砰砰 一瞬间杨洛身上挨了几十下 一根小孩胳膊粗的木棍正砸在他脸上 血丝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杨洛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角的血 马三一阵疯狂大笑 看见没有 他们不 呕 马三的额头上抱起一朵雪花 嘴还在大张着 却没有一点声音 笑容还挂在脸上 可眼中却流露着不可思议的目光 和对这个世界的留恋 就在那些村民还在惊恶的时候 又响起无声沉闷的枪响 那五名小混混还没回过神来 就被抱了头 杨洛猛然一抬头 对着那名第一个对他扔砖头的青年 扣动了扳机 砰 那名青年捂着肩膀惨叫一声 不敢置信的看着杨洛 那些村民已经傻了 村里也不是第一次来警察 营救那些被卖到这里的妇女儿童 哪一次不是被他们拿着棍棒 追得像狗样跑 可今天这个警察 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居然真的敢开枪 不但把马三他们全都杀了 还打伤了一名村民 杨洛看着他们冰冷的说道 暴力抗法 袭警 非法买卖人口 你们知道要判多少年吗 村民嚣张的气焰完全消失 被恐惧所取代 慢慢的挪动脚步向后退去 哗啦 几十个人扔掉手里的武器 撒腿就跑 杨洛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笑容 骂的 跑 我看你们能往哪跑 要不把你们治得服服提提 我就不叫杨洛 说完 看着陈日彪 同学当地白社所 让他们派警力过来 陈日彪点点头 打出电话 看看信号不好 转身走了出去 杨洛说道 留下两个人保护警大姐 其他两人 一族去搜索那些被拐门到这里的妇女儿童 要是有不愿意和我们走的 不要强求 谁敢暴力抗法 可以开枪 但不能死人 是 杨洛下了命令 他们还有什么顾虑的 事情闹得再大 又高个儿的顶着 况且杨洛已经开过墙了 十几个人 两人一组快速走了出去 杨洛带着王妃走上了小楼的二层 小楼的二层有五个房间 杨洛左右看了看 喷喷喷 小飞用脚挨个把门踹开 姐夫 这里有人 杨洛走过去 看见北边的房间内 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两名女人 全都被绑着 嘴里堵着破布 那两个女人 看见杨洛和小飞穿着警服 一阵的挣扎 嘴里呜呜的喊着 拼命的点头 小飞走过去 帮他们解开了绳子 经过了解 这里面还有一个大学生 他们很幸运碰到了杨洛 换做任何一个人 都不见得能把他们救出去 两个女人 一个劲的给杨洛道谢 杨洛说道 谢就不用谢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下去吧 这个孩子 你们先照顾一下 两个女人点头 杨洛就是不说 他们也不可能不管 再怎么说 也算是共同患难过了 下了楼 杨洛和王妃向外走去 这个小村子 有一百多户人 想要全部搜完 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 杨洛低下头 点了颗烟 深深吸了一口 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我会想办法 给你调回上海 回去之后好好干 别他妈的那些小混混 瞎混 王妃低头说道 姐夫 我能不能一直跟着你啊 杨洛看着他黑然一笑 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 我哪有时间带着你玩啊 说完 抬头看着夜空 眼神有些虚秒的 接着说道 也不知道你姐过得好不好 王妃看着杨洛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可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 就在这时 隐隐传来枪声 还有哭声骂声 王妃说道 姐夫 不会出事吧 杨洛摇头 不会 时间不长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亮相着脚步跑了过来 看到杨洛和小飞 站在那里 顿时痛哭出声 小飞走过去说道 大姐 不要哭了 一会儿你就可以回家了 女人一阵千恩万谢 跑进大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兄弟们陆陆续续的 都回来了 经过了解 这个小村里 有三十九名妇女 十七名儿童 是被拐卖来的 有两名妇女 因为孩子 不愿意离开 儿童和三十七名妇女 已经全部解救 案子已经破了 陈日彪他们看着那些女人激动的样子 感觉非常满足 可就在这时 村里的老百姓又慢慢地都聚集了过来 不过这次他们倒是没有闹 他们怀里都抱着孩子 站在杨洛面前 眼中满是无助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抱着一个不满月的婴儿 扑通一声跪在杨洛面前 警察同志 求求您让孩子的妈留下吧 孩子太小 不能没有妈呀 扑通扑通 那些村民一个个全都跪了下来 警察同志 求求您 您不能把孩子的妈带走啊 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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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妈妈 那些孩子拼命地喊着哭着 兄弟们站在杨洛身边 看得眼睛有些潮湿 不管怎么说 那些孩子是无辜的 小飞看着杨洛 怎么办 杨洛把烟头扔在地上 狠狠踩了一脚 你们能起来说话 说完 弯下腰把老太太扶起来 乡亲们 人心都是肉长的 看见这些孩子 我心里也很难说 可拐卖妇女儿童是犯法的 而我是警察 打击买卖妇女儿童 犯罪是我的职责 说到这 杨洛的语气一顿 这样吧 你们带孩子去见见他们的母亲 要是他们愿意留下 我不会反对 要是不愿意留下 你们和我 都没有权利干涉他们的自由 杨洛的话音一落 村民呼啦一声 跑进大院 喊儿叫娘哭声一片 陈日标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我们这样做 对不对 杨洛轻声说道 人家有情 可是法理难容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不能说 因为我们是执法者 几道雪白的灯光 在路口照射过来 汽车的发动机引擎声传来 时间不长 三辆警用面包车 停在了杨洛面前 在车上下来五个人 一名中年人走过来说道 谁是杨局长 杨洛看了他一眼 我是 那个家伙呵呵一笑 你好 我叫邵云峰 杨洛和他握了握手 案子已经破了 村里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也都解救出来了 哦 邵云峰跳了一下眉毛 杨局长还真是厉害啊 能在这里把人救出来 杨洛皱了下眉头 六名犯罪分子已经被击毙 你们过去看看 处理一下尸体吧 邵云峰脸色沉了下来 不过并没有说什么 带着人走进大院 心里一阵大骂 什么东西 让我们来就是帮你们收尸的 陈文奇笑着说道 杨局 这个家伙好像很不愿意啊 杨洛冷哼一声 心里不舒服 他得给我枕着 时间不长 邵云峰带着人走了回来 杨局长 那些解救的妇女儿童 先带回我们县里吧 我们会负责把他们送回家 杨洛听了他的话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妈的 什么事都没干 来了就强攻 他是不在乎 可下面的兄弟们怎么办 忙活了半天 什么都得不到 谁他妈的也不是傻子 带回你们县 喝多了吧 人可是我们救出来的 再说里面有三个 是我们县的受害者 用得着你送吗 邵云峰脸色一沉 这案子 跟我们也有牵扯 杨洛笑了一声 可不是和你们有牵扯吗 要不是你们维护治安不利 那些妇女儿童 怎么会被卖到这里来 我不相信你们会不知道 既然知道 怎么不来救人 啊 我们他妈的把人救出来了 你们倒是来要人了 你拿我们当傻子 邵云峰脸色一下就变了 看着杨洛半天没有说话 杨洛说道 不用那么看着我 通知你来 就是让你收尸的 如果你不愿意 现在可以离开 这时有个村民走了出来 这其中就有那个老太太 他身后跟着三名被拐妇女 怀里还抱着孩子 当他们走到杨洛面前 深深拘了一躬 三名妇女流着泪说道 谢谢 谢谢 然后看了看怀里的孩子 一咬牙 转身离开 杨洛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里的身影 一挥手 陈日彪去看看 我们该走了 是 杨洛看着邵云峰说道 你们的车我们借用一下 明天会派人给你们送回去 邵云峰身后一名年轻的警员 突然说道 为什么要借给你们啊 邵云峰一笑 我们走了 说完就要上车 杨洛伸手抓住他的肩膀 猛然往后一带 噗通 邵云峰狠狠摔在了地上 妈 给脸不要脸 邵云峰一声怒吼 在地上爬起来 举起拳头 挥向杨洛 杨洛很黑一笑 想打架 你太嫩了 说完 快速抬起手 一把扣住邵云峰的手腕 邵云峰用尽浑身的力气 杨洛的手就像生了根 一动不动 脸色一阵不停变化 邵云峰带过来的警员 见到自己老大吃了亏 快速围上来 就想动手 操你妈的 王妃骂了一声 冲了过来 陈文琪大喊一声 骂了个逼的 兄弟们上 混战一触几发 杨洛突然喊道 都干什么 想造反啊 给我回来 王妃很不甘心的退回来 其他人也慢慢的退到杨洛身边 眼睛死死盯着对方 杨洛松开了 抓着邵云峰的手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你他妈最好不要让我发火 杨矩 事情解决的差不多了 除了已经离开的那三个女人 没有人愿意留下来 陈日彪走过来说道 杨洛转身看去 那些被解救出来的妇女儿童 在许祥宇几人带领下走了出来 那些村民跟在后面 孩子更是哭声震天 杨洛无奈的摇摇头 让他们上车 我们走 看着人都已经上了车 杨洛对着邵云峰说道 我们的车在村外那片小树林边上 你们开回去吧 说完一低头上车 王一栋 还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有 不过那条路很远 杨洛说道 车上这么多人 远也要走 王一栋点点头 看着杨洛他们开着车离开 一名警员说道 他就让他们这么走了 邵云峰阴沉的脸没有说话 脉步走向村头那片树林 等杨洛回到曲阳县后 已经凌晨两点多钟 先把那些解救出来的妇女儿童 安排在县招待所 留下几个人照顾他们 然后杨洛才送锦可秋回家 到了家打电话给李宵静 让他把妙妙送回来 小丫头见到他妈妈那个哭啊 锦可秋也抱着小丫头痛哭失声 李宵静也跟着流泪 杨洛笑着说道 行了 不要哭了 快点去睡觉吧 然后看着王妃他们 我们也在这对付一晚上吧 张力坐在沙发上 低着头抽烟 过了一会儿 突然抬头说道 老大 景大姐被绑架 是周环干的 我们是不是也该动动她了 要是再这样下去 下一次就有可能是妙妙 金可秋的房门 吱压一响 杨洛转个头说道 你怎么还不睡 金可秋说道 妙妙睡了 我睡不着 走到杨洛面前 看着他脸上一道深深血痕 摸了摸 我去烧点热水 用毛巾给你敷一下 杨洛摇头 这点伤 敷什么伏 你还是快点去睡觉吧 金可秋摇头 固执的去厨房烧水 李宵静这才注意到杨洛脸上的伤 杨决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弄的 难道还有人能伤得了你 杨洛笑着说道 都去睡吧 明天去王炳张家里 把那份资料取出来 也许能给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第二天 杨洛打电话给郭义 让他带人去处理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郭义当然知道杨洛让他去处理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把这个功劳给他了 举阳县一个普通住宅小区 杨洛按照王炳章提供的地址来到了他的家 碰碰碰 王妃抬手敲门 来了 里面响起一个女人的喊声 紧接着门被推开 一名四十来岁的女人站在门口 见到杨洛一愣 你们找谁 杨洛笑着说道 我们是王炳章的朋友 女人脸色一变 转身就要关门 杨洛一把挡住 大姐 我们真是王炳章的朋友 女人怒声说道 我们家老王没有朋友 更没有警察这样的朋友 杨洛说道 大姐 我没有必要骗你 昨天我去过监狱 是他让我来你家拿点东西 女人狐疑的说道 你说的是真的 李萧静点头说道 大姐 那个东西很重要 你老公能不能在里面出来 就指望他了 女人对女人的戒心 就是小得多了 听见李萧静的话 女人让开身体 记他吧 不过老王所说的什么东西 我并不清楚 杨洛说道 厕所在哪 女人直指客厅的右侧 在那里 杨洛走进厕所 抬头看了看 厕所的顶棚是PC版 在靠门边 有一个透气孔 杨洛把透气孔上面的网拿开 把手伸进去 一滑了 感觉到手碰到了一个物体 杨洛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把东西拿出来一看 是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打开袋里面 是一个笔记本 然后又把笔记本拿出来翻开 仔细地看着 杨洛嘴 找到没有 李萧静在外面喊道 杨洛把笔记本 盒上走了出去 找到了 女人见到杨洛手里的笔记本 神色有点激动 同志 你说这个东西 能帮助我家老王 是不是他能够出来了 杨洛点头 大姐 用不了一个月 我就能让他出来了 叮铃铃 杨洛的电话 突然间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是刘天鹏打来的 按下接听键 听筒里传来非常混乱的声音 还有骂声 杨军 出事了 你快点来天威大酒店 杨洛也没有问什么事 听混乱的程度 事情不小 挂了电话喊道 走 去天威大酒店 王妃他们知道又出事了 来到楼下上了车骂道 骂道 还让不让人消停了 天威大酒店门外 近百名手拿钢管的小混混 正对着一辆救护车猛砸 嘴里还在骂骂咧咧 骂逼的 不把人交出来 谁怎么骂的也别想走 刘天鹏坐在救护车里 身边还躺着一名浑身是血的中年人 救护车已经被砸得破烂不堪 钥匙再不开车 等那些小混混把车门砸开 自己的小命都有可能丢了 快开车 看什么呢 司机吓得脸色苍白的可怕 捏着钥匙的手一直在哆嗦 前面有人 开车撞死人咋办 刘天鹏拿出枪 对着外面开了一下 可没想到 这更激起那些小混混的凶行 我操你妈的 居然敢开枪 有能耐你打死老子 小混混对着救护车 又是一阵疯狂的猛砸 刘天鹏可没有杨落那个胆子 对着那些小混混开枪 咬着牙说道 开车 出了事 我停着 就在这时 风挡玻璃 砰的一声被砸碎 车里的医生和护士 吓得一阵尖叫 两名小混混伸手 把司机拽了出去 然后就是一阵暴打 刘天鹏一咬牙 打开车门 跳下车 刚举起枪 手腕一痛 枪掉在了地上 那些小混混一拥而上 把救护车里的那名伤者 又拖了下来 一阵拳打脚踢 刘天鹏趁着混乱 找到枪爬了出来 身上也不知道挨了多少下 看着站在那里 看热闹的十几名警员 还有赵进松 心里那个憋屈 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在这时 警笛声远远传来 很快 几辆警灯狂闪的警车 停在了现场 伟明红下了车 见到刘天鹏的模样 问道 刘局怎么样 刘天鹏一摆手 我没事 快点阻止他们 伟明红见到混乱的场面 也发出 这样的情况 除非你开枪杀他十几二十个 才能把这些人镇住 但要是不尽快控制住场面 那个挨打的家伙 小命难保 没有办法了 狂吼一声 快点 把人抢出来 他们的人实在太少了 只有不到三十人 面对近百名小混混 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 那些小混混 看见警察冲了过来 一个家伙 哈哈狂笑 骂的 我们的闲事 你们也敢管 活得不太烦了吧 说完一挥手 兄弟们 把这些条子都给我撂在这 胡拉一声 警察和小混混的战争 就此爆发 而这样一来 也给了伟明红救人的机会 几名警员趁着混乱 把人抢出来 抬上了一辆警车 然后急迟而去 骂的 人的 一个家伙喊道 另一个小混混喊了一声 被死条的枪走了 他们一定去县局了 兄弟们 给我去追 有三四十人 上了停在旁边的面包车 直奔县公安局 这些小混混刚走 还在和伟明红 他们对抗的小混混 就听见一阵沉闷的枪响 喷喷喷 七名小混混的脑袋上 突然爆起一朵雪花 就在这七名小混混 倒地的一瞬间 整个混乱的场面静了下来 杨洛身上散发着爆裂的沙气 浓浓的血腥气息 充斥着整个空间 弯腰捡起地上的一根钢管 走到那些小混混面前 不知死活的东西 说完 一晃身 冲进人群 一个好像是领头的小混混 一声大喊 操你妈的 居然敢开枪 兄弟们 杀了他 五六十人举起手中的钢管对着杨洛挥了下来 一场不对阵的较量展开了序幕 一个人 一根钢管 对着几十人发起了进攻 凄厉的惨叫 响彻取杨上空 骨骼被打断的可怕声音 充斥着每个角落 所有人都惊呆了 看着杨洛就像魔神一样站在人群中 随着他每一次抬手抬脚 都会有一个人惨叫着倒地 起来 你们他妈的不是牛逼吗 都他妈的起来 杨洛一声怒吼 杨起手中的钢管狠狠抽象一名小混混的脑袋 啪 雪光蹦现 那个小混混整个身体飞了起来 狠狠砸在吉米远的地方 双手抱着脑袋一阵哀嚎 在地上不停地翻滚 嘴里鼻子耳朵全都是血 杨洛身上血腥气息越来越浓 惊人的杀气 让那些小混混感到了恐惧 现在他们是真的害怕了 这他妈的乃是人呢 简直就是魔鬼 一个个已经没有了嚣张气焰 丢掉手中的钢管 鬼哭狼嚎地在抱头鼠窜 把他们曾经引以为自豪的义气 统统地抛到了脑后 只想离这个魔鬼远点 杨洛不停地挥舞着钢管 你们他妈的跑什么 啊 拿出你们嚣张的软量和我屁 残叫声一声接着一声 不要打了 我投降 一名小混混扑通一声跪在杨洛面前 哭嚎着喊投降 砰 杨洛一脚把他踹出三米多远 投降 投你妈的响 我杨洛不要俘虏 碰碰 啪啪啪 咔嚓咔嚓 肉体的撞击声 骨骼的断裂声还在不停地响起 刘天鹏 伟明红 包括赵进松都傻了眼 尤其是赵进松和那些警员 看着杨洛在那里追杀那些小混混 喉咙一阵滚动 不停地咽着唾沫 这种视觉的冲击震撼着没个人的心 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们也知道杨洛很厉害 可没想到居然变态到这种程度 伸手好的他们也不是没见过 以前省里搞警队大比武 一个打六七个已经够牛逼了 可神也没有牛逼到一个人打五六十人 居然一点伤都没有受 而且还把那些手吃凶器的小混混打得抱头鼠窜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就连王妃都没想到自己这个便宜姐夫这么变态 李宵静看着眼睛都直了 脸上露着兴奋的红光 双手握着拳头 嘴里嘀嘀咕咕 不行 我一定要让他教我 太厉害了 就在这时 杨洛手一扬 钢管打着旋的飞了出去 砰 正砸在一名狂奔的小混混后脑上 鲜血在空中飞溅 那根钢管又弹出去几米远 才当郎一声掉在地上 那名小混混慢慢转过身 瞪着恐惧的眼睛看着杨洛 慢慢地抬起手在后脑上一抹 黏黏的热热的 把手缩回来低头一看 红色的液体粘了一手 然后又抬头看着一脸冰冷 没有任何表情的杨洛 现在他才明白 他们面对的是多么恐怖的人物 眼前渐渐地陷入黑暗 脑海里还在想着这个家伙不是人 他是一个魔鬼 直到他彻底地失去知觉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这场战争才宣布结束 几十名小混混躺在地上哀嚎着 鲜血染红了地面 这样的场面让人看着头皮直发麻 赵靖松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有点干裂的嘴唇 看着杨洛的眼神居然出现一种畏惧 身体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 心里是真的后悔和这样一个人为敌 傅氏海招惹不起 他更招惹不起 杨洛来回走了一圈力声喊道 把他们抬上车走到医院去 死了的直接送到火葬场 说完脉步走进天威大酒店 那些躲在里面看热闹的保安 还有服务员胡拉一声散开 给杨洛让出一条路 刘天鹏和伟明红同时命名道 处理现场 然后迈步追向杨洛 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接接到报警就来了 周桓开着一辆白色的宝马 在回帝王宫的路上 副驾驶座位上放着一把秘密123弹枪 叮铃铃 周桓电话响了起来 拿出电话按下接听键 什么事 你说什么 着急人手给我挨家医院搜 找不到去保定 通知方天杰马超荣 带上人带着家伙 去天威大酒店 老子要不把那个死条子弄死 就不叫周桓 有一句话说得好 要想让一个人灭亡 首先要让他疯狂 现在周桓就是这样 这些年的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早就让他丧失了人性和理智 他就像一个漩涡的中心 迅速稀释沉沦 而他周边的人 不自觉的被漩涡影响 带动身不由己的现任 并加大漩涡的力度和范围 于是产生了一个大大的黑洞 随着自己的力量不断壮大 让他变得更加疯狂膨胀 直至碰到一个比他更加强大的力量 碰撞后让他爆裂灭亡 杨洛找到监控室 里面没有人 找了半天监控存档 一片空白 就连刚才外面的泄斗都没有 刘天鹏和伟明洪走进来说道 杨局 发现了什么 杨洛冷声说道 你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两个人摇头 刘天鹏说道 我们接到报警说 这里发生泄斗 到底因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说到这儿 刘天鹏脸色一变 对了 今天有一个取杨级的富商 回来考察投资 市里和县里的领导都在这里 杨洛脸色越来越冷 迈步向外面走去 找到一名服务生 你们的经理呢 服务生看见是杨洛 急忙说道 在五楼办公室 喷 来到五楼 杨洛一脚踹开经理办公室的门 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抬起头 看见杨洛脸色一变 不过很快恢复过来 杨洛看着他森冷的说道 监控的存当了 中年人一笑 我们酒店的监控系统坏了 还没来得及修理 杨洛抬起腿 一脚蹬在办公桌上 一股庞大的力量 让办公桌快速向后移动 桌腿摩擦地面 响起刺耳的声音 中年人连带礼子 被办公桌挤在墙上 杨洛一只脚蹬在桌子上 喝我玩这套 不想死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办公桌顶在中年人胸口 让他的呼吸有些困难 双手拼命地想把桌子推开 可办公桌就像生了根 一动不动 今天有个叫高市培的人 到雪洋投资 江副市长和周环 还有县里的几名领导做培 哪个江副市长 杨洛冷声问道 江学传 杨洛皱皱了一下眉头 继续说 中年人感觉到办公桌上的压力小了点 深深吸了口气 在酒席上 高市培坐在周环旁边 因为他自己开车 所以没有喝酒 喝的是饮料 周环拿着两大杯白酒 要和高市培喝酒 高市培没有同意 周环一口气 将那两大杯白酒全都喝了 后来就开始辱骂高市培 高市培不堪受辱 将手中的饮料 泼在周环身上 周环站起身 打了高市培一耳光 紧接着就被众人拉开了 江副市长让人把高市培拉走 这个时候周环打电话叫人 把高市培堵在了外面 那些领导去哪了 他们在后门走了 杨洛把灯在桌子上的脚放下来 监控存档给我 中年人老老实实打了个电话 十多分钟后 一名保安拿着一张光盘走进来 董经理 中年人点点头 把光盘交给这位警察同志 保安看了杨洛一眼 把手里的光盘递约他 杨洛接到手里 森冷的说道 这件事情我们还会再调查 你不要离开局阳 不然后果自负 说完 转身向外走去 刘静松带人人没有帮忙 刘天鹏苦笑一声 牵动嘴角的伤口 痛得他一哆嗦 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要说我们本来就不合 就是没有这层原因 他们也不敢管 吼 杨洛眉毛一条 警察居然害怕小混混 这我可是第二次听你们说了 韦明洪憋屈的说道 因为包括我们局 曾经的纪委书记 下面的派出所所长 等十几名干警 都曾被他或者手下打过 老书记到现在还坐在轮椅上呢 狗状都不敢 怕打击报复 叮叮叮 刘天鹏的电话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是郭义的 郭局 事情怎么样了 杨局在这儿 已经控制住了 郭义很明显地松了口气 那好 我这里还在处理 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案子 有他在 我就不回去了 刘天鹏刚刚挂断电话 铃声又响了起来 按下接听键 喂 刘局 中华男人在到处搜索高室培 市里也不能去了 我们送他去临时医院 随时保持联系 刘天鹏再次挂断电话 在曲阳县这个县城的尽头 有一处破旧的棚户区 这里没有繁华的结实和闪亮的霓虹 有的只是宝经生活风霜的生命 一名四十来岁的中年大汉 在人力三轮车上搬下了一个煤气罐 一名十六七岁的女孩 在破旧的房子里跑出来 爸 你回来了 小女孩说完 帮着她的父亲 把煤气罐抬进屋里 爸 饭已经好了 你去屋里歇着 等我炒好菜就吃饭 然后 麻利的把煤气安上 点着火 大汉看着自己女儿 脸上满是骄傲的笑容 可这个笑容却一闪而逝 自己身为男人 可是老婆的仇 却报不了 这是她心中永远的痛 大力哥 大力哥 门外响起急促的呼喊声 大力快步走出去 见到是自己的邻居王宝 宝子 怎么了 王宝喘着气拉着大力往外跑 大力说道 宝子 到底什么事 先上车再说 大力没有办法 回头喊道 暖暖 我和你宝子叔出去有点事 你先忙吃饭吧 还没等他女儿回答 就被王宝推上了出租车 宝子 到底什么事 王宝 我启动车子 脚下猛踩油门 你还记不记得 我前一段时间和你说过那个年轻的杨局长 大力想了一下 记得 你还和我说 他把黄宇抓了 对 当初 我就让你去找他 可你说警察没有一个好东西 就是不去 前几天 他调到市里了 今天带你回来了 我带你去找他 扫私的仇 一定能报 大力叹了口气 也许他真的是个好官 但他也不可能为了我去得罪周桓呢 王宝双手死死把着方向盘 张嘴一阵大笑 大力哥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因为他已经和周桓那个王八蛋对上了 在天威大局的门口 他开枪杀了六七个周桓打手 然后一个人一根钢管 把六七十人打得抱头鼠窜 一多半人都被他给废了 大力张大嘴巴 他不可思议的看着王宝 要不是他非常了解王宝 一定以为他在忽悠的 王宝笑着说道 不要啊了 我拉客的时候 经过那里亲眼见到的 现在那里全都是人 如果我猜的不错 杨局长一定在找周桓犯罪的证据 好把周桓彻底弄死 而嫂子的死也是最好的证据 杨洛走出来 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那些被他打残的小混混 有很多躺在地上 没有被送走 显然这些人的伤势算是轻的 而外面看热闹的老百姓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比刚才多了很多 见到杨洛出来 杨洛很明显听见有人喊 那就是杨局长 他可真厉害 一轮声此起彼伏 就在这时 人群一阵骚动 传来一阵骂声 紧接着两个男人挤出人群 快步走了过来 一名警员拦住了他们 同志对不起 你们不能再往里走了 这两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王宝和大力 王宝说的 同志我们是来找杨局长的 有重要的事情和他说 杨洛一挥手 让他们过来 王宝和大力走了过来 杨洛问道 找我什么事 王宝推了一下大力 说呀 大力犹豫了一下说道 杨局长 我要向你反映一个情况 我妻子就是被周焕打死的 然后被送到定州铁路上 伪造了被火车撞死的现场 案子到现在也没有破 你有什么证据吗 杨洛皱着眉头问道 有 大力想都没想 当时我妻子在帝王宫 前台座阶段员 有人看见周焕 带着人打他 而且验尸报告还留着 肺部有明显的刺穿伤 杨洛沉思了一下说道 这件案子我知道 不是说一个女孩吗 怎么会是你的妻子 王宝突然说道 我嫂子长得漂亮 而且很年轻 看着也就二十多岁 杨洛看着大力说道 验尸报告还有吗 大力点点头 有 杨洛说道 你现在回去 把验尸报告给我拿来 突然 外面的人群传来 震震惊恐的尖叫声 人群犹如潮水般 似算退去 杨洛抬头看去 只见十多个人 拿着枪向杨洛走了过来 刘天鹏和伟明红脸色大变 刘天鹏颤抖着声音说道 杨洛 前面那个家伙就是周桓 他们拿着枪一定是冲着你来的 你快点走 说完 拉着杨洛的胳膊 想把他拽进天威大酒店 让他在酒店的后门离开 而他用尽浑身力气 杨洛站在那里 依然处理不动 无奈 只能放弃 对着伟明红轻声说道 你快点在后门走 去叫人拿枪 杨洛就好像没有听见他们的话 只是微微眯着眼睛 看着周桓拿着散弹枪 嚣张地走过来 一道让人心悸的视血鸿蒙 在眼中一闪而过 让人心悸的视频